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也是我从去年十一月份吧 就在网上还有这个群里啊 就收集这些信息啊 就大伙就反映就是 特别是老的品种是吧 有小菜园的话 需要自己自己留下来是吧 第二年接着送是吧 市场上又买不到 那么这样就是涉及到一个繁育和保管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说是 自己留的种子怎么有虫害是吧 有病害 牙育还很长是吧 那么今年呢就是我想就是 这个小题目就改一下 今年就是一种 去年前年我们是主要是种是吧 怎么种菜 那么今年就是一种就是为这个题目 正好也是 就是我以前就是做着工作的是吧 是吧 当时我还是高级农艺师 对这方面接受的比较多一些 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前面呢 就讲种子方面的那种 这个家庭小菜园呢 对我们华人来说意义非常大 是吧 那么前几天呢有人跟我说 说这个韭菜怎么种 是吧 这个 像这个西人超市呢 这个像韭菜啊 铜铜铜铜啊 这些他听都没听说过 是吧 我们华人的蔬菜 华人的生活习惯 就是靠我们的小菜园是吧 来提供这个 提供养我们是吧 是吧 那么 讲这个种子保管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 繁育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概念 要说一下 就是说 呃 什么是种子 是吧 这个 呃 我们植物学上 就指的是 培族发育的这个 繁殖后代的器官 是吧 呃 那么我们 那个叫真种子 是吧 叫真种子 那么 那么 实际上我们 种菜的时候 或者是 呃 种这些豆腐的时候呢 它的根 金叶 芽 这个都 都可以作为繁殖材料 是吧 都可以作为繁殖材料 是吧 呃 这个是 广义上的成果 是吧 就是那么 这个是 干减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 还有一个 种子的重要性 是吧 因为现在的 地方的人口越来越多 是吧 现在呢 呃 我接触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杂交玉米 是吧 杂交玉米 杂交玉米呢 我们国家是40年代 就开始 从美国引进了杂交组 是吧 是吧 现在它的产量 已经增加到八倍 是吧 你们想象不到 现在玉米 一亩地是 打多少斤 有人 有人做过农业的 可能就知道 现在一亩 一亩地 呃 两千斤 现在 两千斤 我们四几年的时候呢 这个玉米大概也就是 呃 四五百斤吧 在这 这个期间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就是用了新品种 是吧 新品种以后它这个 这个产量就增加了八倍 是吧 就是种子非常重要 是吧 那么今天的题目呢 实际上我们就主要是 讲这个自流种 是吧 因为从这个渠道获得了种子 其它是商品种子的 呃 我们就不介绍了 因为商品种子的 就是超市里有 是吧 超市里可以买得到 呃 那么讲到种子的时候呢 呃 就涉及到这个 呃 种子本身的一些特点 是吧 它是怎么来的呢 呃 呃 我们一般呢 这个种子呢 呃 呃 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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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作物 是吧 自花寿粉呢 它是在 同一朵花 或者同一蜘蛛之间的 这种寿粉 我们叫自花寿粉 那么这种呢 这种呢 这种寿粉 寿粉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是 属于自交形式的 是吧 自交形式的 这样呢 它的这个后代呢 就跟你的附带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吧 获得的子带 那第二种是 一花寿粉的 这种作物呢 就是靠这个 蜂啊 还有昆虫啊 这些媒介 来传播花粉 是吧 在不同的蜘蛛之间 进行杂交 那么这样的 获得的后代呢 它兼有 父本和母本的特点 就是它呢 完全是 一个新的东西 是吧 那这样的就是 我们 这样获得的品种呢 我们叫F1代 就是F1代 F1代 这个F1代呢 我们在菜园里 包括在市场上购买的 好多就是标的F1 这就是杂交品种 是吧 这样的品种呢 就是产量要高一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它这个 就是说 我风一吹呢 或者没有风的情况下 这个角度呢 正好就 把这个花粉呢 就撒到这个 柱头上 是吧 那么柱头上呢 这个花粉呢 然后它就 发一束发红管 然后就沿着这个 管道 就进入它的这个 进入它的这个 脂肪里面 是吧 然后进行受精 是吧 传粉和受精呢 大概一天左右 就是你受完粉以后 可能还没受精 受精大概一天左右 就完成了这个 紫一代的这个形成 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图示 那么这个图呢 也就是自花兽本的 这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介绍 是吧 你们看这个 这个图呢 就是 所以同一朵花上的 这个 雌花和雄花 就是雄蕊和雌蕊之间的 这个兽本 是吧 这个是 同一蜘蛛上的 不同的花朵 兽本 那么这两种方式的 都是自花兽本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就是一花兽本 就是不同的作物之间 兽本 是吧 不同的蜘蛛之间 兽本 那么它这个可能是 蜜蜂来传本 是吧 也可能是苍蝇啊 或者是小的昆虫啊 是吧 那么也可能就是 这个 靠蜂蜜 比如说我们是玉米 是吧 玉米就是蜂梅花 大概是 300米 500米 都可以进行传本 是吧 这个 我们下面还要介绍 这个 一花传本的这种方式 这 你们看这个 蜜蜂就是 它在传本的时候呢 带了好多花粉粒 是吧 就可以进行传本 好 那么 讲了这个 基本知识以后 这个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说 哪些是 自华兽本的作物 是吧 哪些是 易华兽本的作物 那么 自华兽本的作物呢 一般 有 这么 这么 十几类是吧 我们这个 菜园里呢 就是比较 常见的就是 这个 番茄 番茄 比如说我们茄果类 是吧 茄果类 还有马铃薯 都是自华兽本的 生菜 是吧 我们还有那个豆类 比如说我们菜园里 华人生的白不老啊 还有什么 油豆角啊 这些都是自华兽本的作物 另外 还有易华兽本的 是吧 易华兽本的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瓜类 这个基本上都是 易华兽本的 另外还有这个菠菜 菠菜 我这个标的W 就是与枫梅花 是吧 这个爱呢 就是 这属于的葱梅花 就是 insect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靠那个昆虫来 来传播花粉的 那么 还有就是 就是这个 白菜 萝卜 这也是易华兽本的 是吧 这个为什么 它 它就从这个柱形上看 它又有熊花又有丝花 丝花 为什么是易华兽本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自交不清和的 就是说我在同一朵 花上的熊花和丝花呢 它是不能受粉的 是吧 它也有好多原因 那这样的作物呢 我们也归类为易华兽本作物 是吧 这是比较典型的 十字花特别的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 胡萝卜芹菜 葱 还有甜菜 这些呢 就是 雌雄同花 但是它的成熟期是不一样的 这样 它也不能完成自华兽本 所以我们也归类为易华兽本作物 是吧 这是几种类型的易华兽本作物 哎 刚才还有一个 还有 刚才 对 还有一个 就是肠易华兽本的 是吧 肠易华呢 就是它这种作物的兽本方式呢 是介于这个 自华和易华之间的 就是这种作物呢 它 那个花朵呢 也可能是 自华的 也可能是易华的 是吧 也可能50%左右 就是这个 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 芥菜 甘卵 还有这个 蚕豆 是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蚕豆和我们的豆类 是有区别的 是吧 它属于 嗯 我们 归结为易华兽本的可能性 大一点 是吧 这个 这个 流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嗯 这个棉花呢 也是 经常进行那个 就是 它进行易协 是吧 易协的时候 易协程度很大 因为这个棉花 这个花旗 花旗大概60天左右 时间很 花很大 时间很长 所以很容易串分 是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对 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 嗯 讲这个下 前面就是这种东西 了解一下 那么下面呢 就讲这个 呃 我们怎么留种 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留种的时候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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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这么多年 我就感觉实际上 呃 这都是最简单的 流种 就是说 你让它自焦就可以 是吧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易华兽粉的常规种 这个 这个 这个制种过程呢 也比较简单 是吧 这个 但是复杂 有点复杂 但是也比较简单 相对来说 那么第三类最复杂的 就是高级种子生产 就是它用了一些生物技术 还有一些那个化学技术来 来控制它的这个生长做成 是吧 这个 这个第三类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 是吧 一般都是种子企业啊 或者是科研单位 是吧 可以来做 我们个人在小菜园里做不了 我们今天就不介绍了 那么常规种呢 呃 呃 我们一般是怎么留种 是吧 我们有这个 一般是 呃 三年就可以把种子留下了 是吧 第一年 你比如说我获得了一粒种子以后 第一年种下去 是吧 呃 呃 我们就是得到了 叫 我们叫猪税 就是从这些猪上 获得了它的 它的那个种子 是吧 猪税糊 然后这个 那么第二年呢 把这 这 这一粒种子获得的后代呢 我种一行 这叫 猪行糊 第二年 那么第三年呢 就混合完 在这个过程中呢 呃 呃 如果发现有那个杂猪 还有这个 呃 就是一些的猎猪 就长得比较小的 可以去除掉 是吧 那么这样你获得的种子 存度是非常好的 呃 在这个过程中呢 呃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保持这个 这个隔离距离 隔离距离 隔离距离呢 这个隔离距离呢 多是防止这个 这个串粉 是吧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崩梅花 还有这个 这个葱梅花 我可以用一些 中间呢 我可以种一些 这个玉米啊 这些高杆的作物 或者是高粮啊 给它割开 割开以后呢 它让它那个 花粉不容易过去 是吧 呃 选这个 这个 菜豆种子是吧 我比如说 都是开白花的 但是发现呢 突然有一天 发现它那个 有一个是开的红花 这样就是明显的 跟你的这个 本品种特征不一样 这个 这个植树就得去掉 是吧 也不要可惜 那么还有的 就是长那些叶型是吧 比如说有的叶子 是这个 呃 鸡爪型的是吧 结果过几天以后 发现这个 后面的叶型变了 变成别的形状了 那这样的品种呢 也得去掉 就是扎猪的就是属于 是吧 另外还有在收获的时候 呃 要防止这个混杂 是吧 因为种子的外形 都是一样的 是吧 你这个 混杂以后呢 这个很容易 就是 纯度就降低 是吧 这个 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那么刚才是自花收粉的 这个还有一花收粉作物的 这个 呃 常规种子的生产 就是第二类 是吧 第二类呢 呃 这个 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是 一花收粉的作物 但是呢 你让它进行那个 就是说 隔离开以后 进行种子生产 这就要求 就是说 美类种子的数量呢 不要太少 你比如说我们说瓜类 是吧 黄瓜 西葫芦 南瓜 大概25株左右 就最少得25株 如果是 就跟人一样 就是如果人的这个 种群数量很小的话 它的后代也不是很健康的 就是一个道理 这个 还有就是白菜 芥菜 甘蓝 萝卜 就是50株以上 这样就是保持这个 它的后代呢 更健康一些 是吧 那么田若一米呢 就是200株 是吧 如果留种子 就至少得种200株 你才能从这里面采种子 是吧 如果是只种一颗两颗 你留的种子 那个质量都是保证不了的 是吧 再还有这个隔离 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是 防止这个花粉 串粉的话 就是空间需要隔离 还有个时间 这也可以的 你比如说 我根据它的作物的生育期不一样 给它错开这个时间 是吧 你比如说 有的品种是六月份开花 有的是六月底开花 有的六月初开花 这样就是把它这个 花期给错开 我们这个叫 时间隔离 就从这个 时间上 保证它花期不育 是吧 这样也是保证 这个种子的重度 那么这个表呢 这个也是 参考 这个 这个也是大概的一个参考 就是说 我们 具体到每一个品种 这可能这个隔离距离 都是有些变化的 是吧 有些变化的 你比如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辣椒 是吧 它的繁育年限是一年 是吧 这自花收粉的 但是它这个 有的是隔离二十米 我看有的隔离要求五十米 这个品种的关系也比较大 你比如说如果这个辣椒 你是菜辣椒 是吧 那个花比较大 那么这个隔离距离呢 可能就超过二十米了 是吧 这些辣椒的品种类型是 小辣椒 是吧 小辣椒的话 那么它这个 花粉也比较 就花肚比较小 是吧 这个隔离距离也可能不到二十米 十五米就够了 是吧 这是呢 大概其他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理论值吧 你们看这个玉米 是吧 这个也是以前常见的 说是花白米 是吧 实际上 如果是不同的品种呢 我看 美国有的品种 大概两百米就够了 是吧 两百米 它还是做实验 什么青天是 那花粉可以 可以飘一多 多少米 是吧 然后雨天是 就是 多少米 它都是 做完实验以后 它觉得 这个品种 也可能 两百米就够了 是吧 为什么它这个 距离最长的 因为它是风为花 这个风啊 可以飘得很远 飘得很远 你看这个豆类 是三十米就行了 是吧 这个 这个菜花 这个是两年时间 我们一般是 这个 两年就是说 我第一年呢 种下去以后呢 把那个小母根留住 然后第二年 再把小母根 种下去以后 获得后代 是吧 第二年 它这个是葱梅花 我们看 这葱梅花 再葱梅花 它要去的隔离距离 都比较 都比较远 是吧 简单说一下 下面就是我们 就是把这个 简单以三种做过 是吧 就说一下这三种 就是组织生产的过程 第一种呢 就是番茄 这个 我们可能小菜园里 都种番茄 是吧 那么这个 就是典型的这个 这个自华寿补作物 是吧 一般是 我们是 培育的种子的过程呢 一般是 在苗期是60天左右 是吧 60天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女王节是 5月25号 是吧 或者是 多会儿 那么 你就算一下 提前两个月 也可能3月25号 就开始去苗 是吧 然后定制以后 这隔离距离呢 大概是20到50米 是吧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 呃 那有的人说了 你自华寿补怎么还要隔离啊 上次 在多伦多 有一个群人就问过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 因为在农业啊 它是开放式的作业 它有很多偶然情况 是吧 你就是 自华寿补作物 它也可能串粉 是吧 有4% 左右的这个天然易交率 是吧 这个也得剃除掉 所以要隔离这个 那么 那么还有这个 呃 去杂和去裂 就是开花前 你可以观察这个品种 是吧 另外做过 做过期间 再观察 还有这个成熟以后 这果形 跟你的这个 呃 想要的品种 是不是同一个 一样 是吧 这都通过比较以后 淘汰比较差的这些 珠型 是吧 是吧 那么第二种就是 呃 就是 人工辅助的 就是杂交之种 是吧 这个是 现在还在用 这个最古老的办法 就是 呃 然后就是这个 要除去地花絮和 受粉前已经开花的 这个花絮 要除去掉 是吧 然后是母本 要去熊 是吧 用镊子吧 花药里的这个 就是把花药去除掉 是吧 那么下来就是 采的护本 护本这个 有的晾干以后呢 第二天早上 就可以受粉 是吧 用橡皮头啊 或者什么 再沾一下 给它在这个 呃 母本上进行受粉 这个是 这个是 番茄这是 呃 用功量比较大的 这个受粉 受粉 是 那第二种是黄瓜 是吧 这个黄瓜的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是 一花受粉做过 第二种 就是代表的 就是黄瓜来说一下 这个 黄瓜呢 呃 有这个 两种的种子生产方法 一种是常规种子 是吧 因为这是葱梅花 所以要隔离是吧 这个 隔离它大概500米左右 是吧 那么这个 第二个 第二个过程就是 要种瓜的选择是吧 一般是找出品种是吧 我们留种的时候 要留根瓜 是吧 中腕厨的 要留这个腰瓜 就是中段的瓜 那一般每一株上呢 我一般是采 采瓜 一般是一到四根就可以了 就是选的最好的 这个瓜条留下来 是吧 另外还有要求 品种的去杂去裂 就是如果有的这个 长得很不像样 或者是有的感病了 是吧 这样的种子就要去掉 是吧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黄瓜也有杂交种 是吧 那么杂交种怎么生产呢 它是 现在有些大型的企业啊 就是像那个种子企业啊 它一般用化学杀熊的方法 是吧 就把母管上的熊花去除掉 这样的就是不用人工选的 就是效率比较高 是吧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用雌性系 是吧 雌性系做母管 是吧 这样就是有的株形 长出来以后 上面的花 全是雌花 没有熊花 是吧 用它来做母管 是吧 就是给它受换 这样呢 就是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是吧 这是 杂交种生产的这个 三种方法 是吧 第一种就是人工的 第二种是化学 第三方是用这个雌性系来生产 是吧 这个 简单了解一下去形成这个 好了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苏菜种子的采种地主 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小菜园里 经常遇到的采种地主 因为这个 这个采种采不好呢 就是你的流种呢 将来也留下来以后有病害了 或者是虫害 是吧 这个 一般我们是在 最壮的 就是没有病害的这个 枝图上 进行采种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 豆莢呢 我们要去挂干了以后 其实我长到 呃 我印象我每年采种都在 十月 十月底就下了青霜 以后 才进行采 是吧 那么就是开裂或者是 开裂就是 还没有开裂就是 就是 就是 已经看着就是一碰 又要开裂了 这时候就赶紧取种 是吧 那么取种以后 还要去芒去刺 是吧 防霉变 你比如说我这个 我也生产过这个 胡萝卜种子 就在我们小菜园里 是吧 你要收货以后 上面有个芒芒球似的 就是一团一团的 是吧 你就给它手戳一下 或者是用一个小型的机器 把这个芒和刺去掉以后 也便宜保存 是吧 便宜保存 另外它要防霉变 是吧 你比如说有这个豆类种子 它采虫采得比较早 是吧 种子的含水量比较高 这就容易发霉 是吧 也不容易保存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第二种采种的方法 就是十种的采种方法 是吧 我们一般的那个 茄果类 比如说这个 番茄呀 还有瓜类呀 第二种采种的方法 就是十种的采种方法 采种的方法呢 反正我是每年都采种 采种以后呢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我感觉就是 特别是那个番茄 不能加水 就是让它人工发酵 发酵以后呢 就把那些果肉啊 就去掉 然后种子下沉 就可以就可以这个 清洗种子了 是吧 如果是提前就是 发酵的时候 加了水以后呢 有时候种子容易发芽 就是我的种子 它没采好之前 已经发芽了 是吧 这个要注意这个 因为这里边 在后面可能要讲到了 就是这个 有的种子 它那个休眠期很短 就是我这个收获的时候 它有的都可以 都可能发芽 是吧 有的种子 休眠期比较长 那么它放一年左右就没事 是吧 那么 这种酸解法 就是我们在工业上去用的 是吧 这个像我们 以前那个 国内是吧 那个 生产种子 它都是 用这个大规模的 是吧 夹了一些那个 盐酸 或者是碳酸钠 是吧 在那个果肉里面 然后发酵 发酵 发酵以后 用那个烘干肌 先用甩干肌 把果肉甩出来 然后用烘干肌 你干燥 最后就用清犬 是吧 什么风筛犬 比重犬 这些过程以后 进行干燥取种 这样取出来的种子 很漂亮 是吧 也没有病害 也没虫害 这是工业上的 这个采种方法 那么 还有这个 采种的艺术要点 刚才讲了 它的 采种的程序 是吧 这个 这个采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清选 体系上 刚才讲的 就是挂干采种 是吧 这个要去毛 去刺 去掉沙土 还有虫卵 这个是 这个还要合理干燥 这个干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 反正我每年 我 我采那个大蒜种子 是吧 都要在那个 温室里干燥 但是这个干燥呢 不能太快 太快了以后 这个 有时候就裂开了 就那种蒜 它那个种子 突然就裂开了 为什么 你那个湿水太快 所以说 我是 我是干燥一天 然后第二天 就把那个大蒜 又从温室里拿出来 是吧 让它量一量 然后第三天 又放到温室里 这样缓复 几次呢 它就干燥 干燥得很快 也很漂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包装方法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这个 我们下面还要介绍 是吧 那么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种子安全保存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水分 是吧 是吧 我们这个和谷类一般是 12到14 你比如说 玉米啊 是吧 玉米水稻 是吧 这个还是比较多 就是12左右 差不多了 那油量和蔬菜呢 就是这个是 要求水分比较低 就是8到10 是吧 那这时候呢 这个种子就可以安全储存了 是吧 如果是水分 比如说 我这个高于10%以后 比如说蔬菜种 是吧 那它可能通过种子的呼吸作用 然后它本身发热 是吧 这样就是 不好 是吧 这个要防霉变 还要防虫害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种子这么保管 是吧 我们下面还有讲到 就是一般是 我们是低温低湿 就是保存 是吧 这个低温呢 跟我们这个 一般概念里的低温不一样 总之的低温大概是15度左右 是吧 15度左右 就是这个 15度呢 是跟你这个水分是配套的 你8到10的水分 也就是15度的气温 跟它配合 就是 比较 就是种子储存的时间比较长 是吧 如果说了 有的人 如果这个种子是很珍贵的资源 你比如说 它的水分还可以降到2%和3% 5%左右 那这个温度呢 就是负50度 是吧 这还要低 是吧 那么现在我知道 咱们国内农科院的那个作物所 他们有一个种子资源库是吧 就是用液氮来保存这种子 大概它的温度是 付200多度 是吧 这就是国家最珍贵的 可以保存大概100多年的 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 叫超低温保存是吧 我们 就是 一般的就是 商业的用的低温库呢 也就是 湿度是65度 然后 温度是15度 这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这时候 我们自己保管种子也是按这个要求来做 基本上就是 三年以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种子这个保管的这个原理和要求 我们简单说一下 这个 这个保管呢 就涉及到种子的寿命 是吧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种子类型 是吧 我们的种子寿命呢 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种子 是吧 第一种就是长臂种子 就是15年以上 是吧 就一般都可以保存15年 比如说 绿豆 是吧 瓜类 茄子 白菜 萝卜 通蒲 是吧 第二种就是常规的种子 这类种子呢 可以保存3到15年 大豆 菜豆 豌豆 斑铁 和菜 胡萝卜 是吧 那么第三种还有就是短命的 就是很容易失去它的 它的这个 生活力 是吧 就是三年以下的 比如说这个洋葱 辣椒 还有灵木种子 灵木这个就单说了 灵木跟这个 咱们的作物种子是区别很大的 是吧 灵木种子需要保湿 是吧 那么滑缓的过程呢 就两个原理 第一个就是一直呼吸作用 第二次延长休眠时间 是吧 就这样的延长它的保管时间 这个刚才也说了 这种子的水分 是吧 水分的要求 那么这样就是 通过这些原理呢 得出来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在实践上的 保管的三药素呢 就是三药素 一个是低温 密闭干燥 就是三点 是吧 做到以后呢 这种子又三五年没问题 是吧 这个是咱们这个穷友啊 菜友经常就问这个问题 说我这个 老板说 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种子 是吧 我剥完以后怎么办 是吧 我就跟他们讲 就是你剥完以后呢 把那个包装袋给它合上 然后放在这个 再套一个塑料袋 是吧 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冷凉的 在一个抽屉里面 是吧 这样就是 就是比较 用的时间长 是吧 用的时间长 那么还有一个 这也是去年有一个 有一个 有没有问的问题 就是种子 能不能放这个冰箱里 冷冻储藏 是吧 这个咱们统一讲一下 这个种子的包装呢 它有不同类型的包装 一种是铁罐的 在日本的包装 日本的好多种子 都有铁罐的 比如说它说 日本我们的胡萝卜种子 是吧 日本它叫什么人参 是吧 什么五寸人参 什么 它都是铁罐包装的 那么第二种是纸袋的 一般欧美的种子包装的 你比如说像美国的 是吧 这些大型的种子 它都是纸袋的 这个纸袋的 它的成本低 而且呢 就是 保充效果也 也不错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纸袋 就是只用一年 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种子的这个 牙力下降的很快 那么这个第三类的包装 就是巨乙烯或者是巨乙烯铝箔包装 是吧 这个是我们在国内经常用的方法 就是巨乙烯铝箔 这是实践上就是 我推荐就是这种的 是比较实用的是吧 铁罐的可能做不到 因为铁罐的成本也比较高 那么其中呢 这个铁罐和巨乙烯包装呢 这个防潮的性能比较好 是吧 那么这样的种子 你可以少量的试一下 就是在冰箱里就是冷冻储藏 是吧 这个储藏的时候有个条件 就是蔬菜种子水分不要大于百分之八 是吧 一般就是这个库温是-18度 是吧 这个相对湿度是30到50度 是吧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在冰箱里冷藏储藏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不看 有的人家的冰箱啊 就放这些肉啊 蔬菜啊 这个湿度是很大的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建议就是分开放 就是找一个 专门一个小冰箱 来保存这种子 是吧 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纸袋的 还有塑料袋的这个包装呢 这个不建议用冷冻储藏 是吧 就不建议 另外开袋以后的种子呢 也不能进去冷冻储藏 是吧 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储藏问题 是吧 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好 这几张图片呢 这是 呃 这几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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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黄曲霉 这个很厉害 这是致癌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 我听说 有的那个 咱们这个烹调食用油里面 色拉油里面 有这个黄曲霉素 是吧 这个致癌的 这个 这种霉品呢 就是从这个 我食品里带进去的 这个加工过程中带进去的 这个是 呃 蓝青梅 是吧 在玉米上 你看这个 也是有霉变了 是吧 还有一几种虫害 这是 这是 豌豆里面 经常有的虫害 你们看这个豌豆啊 它都 呃 就是 就是有的小桶 是吧 然后你看它这个 到 到 到秋天的时候 就出来 就是 还有就是 古度 是吧 古度 我们在一般是 南方的这个 稻米组成的时候 有这个 这个虫害 是吧 好了 这个 基本就是 种子保管呢 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呢 有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 无论是这个 种子生产 还是 还是 保管是吧 最终的目的是 就是要提高 种子的质量 种子的质量 这个 这个 种子质量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呃 有一个就是 发芽率 就是这个 就这个 就是这个 多种品质 是吧 我们实际上 非常看重这个 牙绿 呃 这个 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 我知道 好多这个 小的这些 这个 群的呀 网络里 都在卖走 都是个人卖 是吧 我就是个人 我就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牙绿呢 有时候是 保证不了的 是吧 保证不了的 呃 大企业买了一些大的包装 然后自己在家里 给分包 分包以后 就卖给大家 呃 就是这个是 它没有在任何设备 任何仪器 情况下 自己分包 是吧 就是这 这完全有可能 就是造成你的 压率 达不到85%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分包的时候 它这个 国家标准呢 它都有误差的 国家标准85%的 标准呢 它有5%的误差 也可能正好 碰上你的时候 你就是80% 这种情况就是 你这个 分包以后 也可能你的 这包的 种子质量就很差 也可能下一包的 又好了 也可能下一包的 又差了 它也不是都差 就是 我是活动式的 就是倒霉的人 可能就遇上这个 低谷的 这个 种子质量 你的就差一些 是吧 这个就是 我的一个 一个体会 是吧 这个一定要小心 就是 有的说 我这个是从大公司里 买的种子 自己分包的 那质量也不一定 是吧 这个是千真万确 是吧 从这个 种子生产程序里 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是 我们这个 发芽最重要的 这个压率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皮鲁的纯度 这一点也是 我们今天 这个 做这个小报告的 目的就是 通过不同的 这个生产方式 呢 又保存你的纯度 是吧 有的人可能留几年以后 呢 种出来的种子 就不一样了 就跟你第一代 到第五代以后 你长出来的 那个 那个植树是不一样的 是吧 完全是两个东西 这个纯度是很重要的 好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 讲这个 种子规划 是吧 就是现在 就是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现在 我们春季可以 种这些什么 什么作物 是吧 这个 首先呢 就是 刚才的 还跟几个 咱们这个 客友还在讨论 是吧 有的这个 我怎么种的就不好 是吧 实际上它就有好多问题 你比如说 它这个条件 能不能达得到 你比如说环境 一个是种子 是吧 你这是从商场里买的种子 还是自己留的种子 是吧 这个质量要保证 是吧 第二就是土壤 土壤 就是说 有的人育苗呢 直接用那个大田 大田就是成为那个圆土 是吧 这个圆土呢 我们一般就是 感觉在潮湿的情况 它的霉菌比较多 是吧 有的就是发芽以后呢 在苗儿有这个猝死病 就是我这个 茎啊 长着长着就中间有一段很细 它就倒了 这就是那大田里的霉菌引起 是吧 所以我们建议都用这个 泡厅烧油 就是专门发芽用的 是吧 我们这个小农场 就用这种 我们也是从这当地买的 是吧 这种这个 发芽的时候呢 它没有菊 没有菊 另外就是 它里面还有制食 制食的就是 让它分散 不要分散 就是我又保水 但是又吸气 是吧 那么 有的 有的群友可能就说是 省事儿 用那个 专门用那个 就是用那个纤维做的 就是泥碳土 我们叫 那个我也试过发芽 那个不成 那个是死好死坏 是吧 因为它这个 皮毛是容易板结 就是干燥的时候 一板结了以后呢 那个 种子有时候顶不出来 就是脑袋下面顶 就是你得观察 是吧 有时候没时间看 过几天那个苗已经死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育苗土呢 尽量买这个 规范的这个 破厅烧油 是吧 或者有的叫Promix 都可以 那第三种就是 它那个 温度 是吧 这个发芽期间的温度 就是14到20度 这个 要注意了 就是这个 特别容易引起 一个混乱 昨天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华人 到我那个小农场去了 他说 老马说 你的这都发芽了 为什么 他说你这是奈盘蔬菜 我也种的是同样的 为什么我发不了芽 是吧 所以我说了 这个 发芽期间呢 它对这个温度有要求 就是温度 一般是14到20度 是吧 那么 虽然它是奈盘蔬菜 但是它发芽的时候 这个温度也得保证 也得保证 所以说呢 就是 我说你脱了肿以后呢 最好是拿那个塑料布 给它盖一下 是吧 就是白天呢 天气好 再给它掀开 是吧 这样通风 晚上温度低了以后 得保温 这样去促进发芽 但是 一旦发芽以后 这塑料布就得撤了 因为它是奈盘蔬菜 那么它在零度以上 是基本没问题的 基本没问题的 今年呢 今年我这个 专门试了一下 在零下七度的时候 我就做发芽试验 反正在冻死一部分 就是奈盘蔬菜 零下七度的时候 有一部分火了 但是有三分之二的冻死了 是吧 就说明这个 发芽期间 这个 它这个 温度还是不能太低的 是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 那么什么时候育苗呢 这个 今天讲的话 可能讲这个内容 可能都有点过了 是吧 一般是在我们这个 加拿大这边 一般是 春季比较短 是吧 一般是最后一个无双日 就是女王爷前后移栽 那么洋葱呢 一般是提前十到十二种育苗 是吧 茄子和辣椒呢 十周 是吧 这个茄子和辣椒呢 这个 肿皮比较厚 是吧 发芽比较慢 就是这个 一般这个番茄呢 就是八周左右就行了 是吧 黄瓜四周 这个 前段是去年吧 我就也见多伦多的一个 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师讲 他说番茄 不要提前八周 是吧 那么我去 我去年 我就特意 我就是提前四周来发芽 结果提前四周发芽 和提前八周发芽 都完全不一样 四周就赶不上了 就说明啊 就是有的专家 或者是老师啊 他可能有他的一些想法 他没有把这个 基本的东西告诉大家 是吧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 也可能误导了 是吧 有的人家那个茄子 干了多少年了 人家每年都重 人家不比你清楚 是吧 这个一定要注意 有的可能是 有些新的点子 或者是忽悠 是吧 这样就是讲的人 有点说不清楚了 是吧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 他这个苗期啊 特别长 像茄果类 是吧 我就要通过他这个育苗 来补偿这个时间 我们这儿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呢 我觉得室内育苗 是吧 补偿这个时间 这样呢 就是说 你才能够把这个育苗的 这个工作做好 是吧 这个 这也是今天 讲课的重点啊 就是 有哪些菜 现在可以种了 是吧 你看我这个 豌豆 我是昨天 昨天才剥下去 是吧 然后那个 十四 我想想啊 这礼拜三的时候 我挖的时候 虽然血刚化 但是土还是湿的 是吧 那天我就把土翻了一下 然后到 到昨天的时候呢 土已经干了 是吧 干了 就是说 我剥种之前呢 先用土干一下 这样子它的那个 虫害啊 病害啊 就少一些 那么甜蜗豆 我是昨天剥的 是吧 就是这个 按理说这个 血液融化 是吧 就可以剥 是吧 你像这个 温哥华 还有多伦多 还有这个 哈利法克斯 它们的甜蜗豆 可能比我们 能找那么 一周多吧 一周多就可以剥 你看我们这个 地方 昨天是雪太大 是吧 昨天是雪太大 你的这个肿床 准备不好 所以说只能是 这周剥 是吧 这周剥 这是甜蜗豆 然后生菜呢 这个 这个也可以播种 是吧 像我生菜 我也是提前育苗 是吧 大概一个月左右 因为生菜 这个也长得比较慢 还有这个菠菜 菠菜这个 三月中 就可以育苗了 是吧 我是三月中育的 现在我这个菠菜 已经长了四片叶了 在大宫里 还有童蒿 童蒿这个也是 可以提前育苗 但是我有点发浪 我也是这周种下去 是吧 童蒿我已经种下去了 那还有菜心 是吧 菜心这个 就是有扣篷的话 可以育苗 但是菜心这个 不太好育苗 我感觉 因为这个 这个菜心啊 它容易串板 可能你们都知道 因为在家里温度高嘛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个 是吧 我一般都是看的时间 就正正好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育苗 如果条件不具备 你不要育 是吧 有的提前很早就育了 就是串的很高 这个种子 种苗的质量比较差 这个 那么还有油菜 我们就说的是 上海青啊 鸡毛菜 是吧 这个 三月中就可以种了 是吧 那么现在也可以种 现在也可以种 史外种 种了以后呢 你给它盖上塑料布 是吧 这个上海青鸡毛菜呢 这十字花块 这个云海鼠 这个发芽特别快 这个大概四天左右 四天左右 就可以发芽 是吧 然后这块菜呢 这个也 这个也发的比较快 这个发芽 这个上海也是四天左右 就发了 是吧 那么这个 还有就是 小水萝卜 这个 现在也可以种了 是吧 种了以后 你盖上塑料布 给它发芽 那么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 这几年农场 就发现了这个 新的东西 是吧 叫霧金 是吧 实际上在当地 叫腿里面 这个品种呢 我发现非常好 是吧 在这给它推荐一下 如果你们到市场上 也可以买一些 顺重 它的那个 吃起来的效果 不比水萝卜差 是吧 这个就是 长的那个球啊 特别大 就比萝卜要大 但是它 它是比较软 比较甜 是吧 你看水萝卜吧 就是如果种不好的话 是辣的 是吧 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突然就热了 那个球 容易裂球 而且是辣的 但是这个物金呢 很少 很少裂 而且呢 它的叶子 是吧 和球都可以吃 这个 这个可以试一下 是吧 这个 这个品种以前是从日本 比较多 后来日本引进了欧洲这边的这个品种 还有这葱类 是吧 这个 洋葱 洋葱这个 我们农上也是 小农村也是育苗的 是吧 今年大概育了 育了几千株 是吧 几千株 因为这个洋葱 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上还比较喜欢 是吧 我们就自己育苗 还有这个 除了洋葱 还有大葱 是吧 大葱小葱 现在都可以育苗了 那么有的人又问 不育苗行吗 也行啊 你现在直播也行 因为这耐寒的 是吧 但是后期呢 就是说 要割得密的话 就得把那个小的葱呢 就吃掉 剑苗 吃掉 然后把大葱留下来 到秋天 大概是9月份 或者10月份 你再收 是吧 就长得也挺好 这个是葱类 那还有芥菜 和季菜 是吧 这个我们也拿了一个 试验的那个季菜 就是 现在就是 这是耐寒的 那就是 马上就可以种了 是吧 马上就可以种了 这就是几类这个 几类蔬菜 几类蔬菜 找葱的几类蔬菜 好了 这个 今天的这个 罗里啰嗦就讲完了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讨问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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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